笑,笑,笑,笑 笑 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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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母亲因为因病突然去世 才发现孝心不能等 行孝要趁早 今年的80岁的父亲 因为母亲的离世 有点抑郁 经过询问 老人有一个心愿 要去山东取府 礼仪之邦的孔圣人故地 去朝拜儒家文化代表人孔圣人 因为晕车 于是我放弃了北京的事业 回家跟哥哥一起打造了一辆马车 带着父亲一起去山东 一路上游山逛水 老爷子是个老中医 一路上也给好多好多的乡亲们看病 免费一诊 老人也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 有用 很开心 我们从河北省宁宁县 10月10号出发 单程500多公里 行驶一个月 走到了山东取府 然后一路上呢 父亲为500多位当地居民 免费一诊 一路上遇到了好多好多好心人 帮助我们 我感到很高兴 看到了一些名声不及 我心里也很喜欢 我给一些老印 病印 罚卖 查证 库房 我觉得我是个有用的爷 所以我心里也特别好 两个孝子 为元老爷子八十岁的梦 这种大爱 我们必须传扬 看视频 上澎湃 拜拜